王友一,12年初去盛政,15年初离开盛政,待了三年,学了很多东西,如果保持住,又不打算在盛政买罚,5K到6K不算低。 如果是在龙岗保安那边,生活还是过得可以的,如果是在福田,罗湖,南山那边,5K到6K还是要精打细算,不然存不下钱,要是大手大脚的,钱肯定不够用,深圳是一个花钱不嫌多的地方,一月三千能月光,一月三万照样能月光,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四百块,保持住。 在华强北,赶了一年涨到四千,保持住,13年转做销售,不保持住,年入四百K,还是月光,创业两次,失败两次。 在深圳,能学到的很多,能跟的有本事的人也很多,跟对了人,钱还是来得快,就看你留不留得住了。 至于监职,说实话,年龄小,没文凭还可以,我前前后后过四十多个监职,人脉也是那个时候积累的,不过欢乐也走了不少。 如果年龄大,建议专业一个行业,学会看透,如果有文凭,建议多学习,多充电,这样才能有益于长期的发展。 网友二,在深圳月公子五K到六K,你说高的话,那肯定是不高,你说低的话呢,又恶不辞,当然想活得比较滋润一点,那自然是不可能的,所以懂得来说,深圳月薪五K到六K,还是算比较低的。 接下来,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吧,一,在深圳租房,就算是一般的农民房,合租的话,相对啊,也比较便宜一点,但也要七八百一个月,加上水电,也差不多要一千元,若是单间的话,即便是农民房,房租加水电大概一千五百元,再想住好点,比如小区房或公寓房,还得再加五百元。 二,再来说吃的,早餐五元左右,中餐十五元,晚餐十三元,这就是差不多一千元。 三,买机服鞋每月五百元,公交地铁每月三百元,娱乐请客每月五百元,这些开销加一块那就是一千三百元。 四,最后我们按最低水者统计下,房租一千家,参费一千家,各路五百家,交通三百家,娱乐请客五百等于三千三百元。 一个月下来,剩不了一两千块钱,这还是我没算花费,理发,日常生活用品的情况下。 所以可想而知,在深圳月薪五K到六K真心不高,勉强活下去吧。 当然在深圳机会遍地,只要大家努力,月薪过万事吃早的事,网友三,据了解,深圳2018年的平均工资,为五千一百九十九元,你的工资够了及格线,还没有拖后腿,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吧。 很多在工厂打工的人,工资只有四千,在北上广深工作,最好找一个包住的公司,这样即使工资只有三四千也是够用的,一般包住的公司,宿舍离上班的位置也比较近,还不用怎么坐车,走路就能到,省了车费,我有朋友在深圳上班,做的新媒体运营,一个月五千元,加上奖金以及一些补助。 就,有六千元,包吃包住,这样的待遇,应该还算不错的。 还有一个朋友是在深圳做房地产销售,地薪五千元,百分之五十的集成,但是不包住,这样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就存不了多少了。 当你觉得钱不够用时,你需要开原创收,除去房租,吃饭,公交,生活用品,花费的必要的花销之后,你可以看看你还剩多少钱,或者你可以直接利用介于时间的做一份兼职。 比如自媒体创作,做家教,摆地摊等,二节流少花钱,每个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同。 在我看来,房子能住就行,最好不要谈恋爱,这个工资一个人肯定是够花的。 但是两个人就非常不够了,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自我提升最好的阶段,不应该把太多精力和时间花在恋爱上。 网友四,我毕业十年,刚从华为离职,然后在深圳南沙找了份工。 月薪RW,如果绩效好,每季度有0.5月奖金,年终降5个月奖金,据说还有股票分成,现在每月房价水电2200,吃1200,回家路费每月800,其他花费500,每月升12000左右。 但因为夹在惠州,心里还是不想做这份工,想回去创业,我该怎么选择? 网友五,我算是老深圳了,虽然我不是深圳的人,但是06R,深圳一直到现在,说起深圳工资5000到6000。 看你怎么去理解,如果你的工作是保持住的话,5000-0000,工资不算太低,但是如果不保持住的话算低了。 深圳租房子普通的居民区单间价格一般都在500以上,这算是最普通最便宜的,除去房租或时日常开销交际费用等等,我想剩不了多少钱一个月。 个人觉得在深圳如果你是打工足月薪,5000到6000算是中低下收入水平,10000到15000算中上水平,20000到500算高收入水平,当你收入和你的职务相称的时候, 你的交际费用是成正比的,网友哟,看需不需要租房子或者还房贷,如果不需要并且是单身的,这工资只可以接受的。 本人2013年毕业,第一份工作上获贷文件,刚进是2800扣完社保大概2100,还有每个月车费大概450升班方式,是公车加地铁,每天大概两小时车费15块。 不用,租房因为本来要在深圳,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待饭,有时才会叫外卖或者出去吃,加班还没加班工资,各种后每个月大概剩一K,然后就存起来。 做了一年多果断走人,旅游几乎天天加班且足够一年才加200,第二份工作是船公司,2014年进去3700,每年升幅150左右。 花销还是跟以前一样,每个月能存到钱,有年假的时候就自费出去旅游,倒还是坐了两年多走人,原因升级机会上级都给路靠关系的,看不下去。 总之觉得,租房子是个大花销,如果没有这条办者,五六K是能接受的。